2021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始施行 这部凝聚了几代法律人 殷切期盼的世纪大典 经历了怎样艰难而漫长的编转历程 人格权独立成编 加封条款入联 设立离婚冷静期 确立性骚扰认定标准 护航建议有违 保障居住安全 诸多立法亮点背后 承载了民法典怎样的 时代诉求与文化内涵 法律讲堂文史版 特邀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从文化的视角解读民法典 敬请关注 中国社会注重人情 合伙是亲人朋友 从事民事活动的最便捷通道 然而一旦利益占了上风 不仅利益分配不公 往往还会导致亲情失落 友情豁烈 那么熟人合伙做生意 需不需要以合同方式 事先将利益分配予以确认 亲兄弟明算账的传统观念 反映了怎样的价值诉求 这种传统诉求和民法典的精神 又是否稳格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即将为您讲述 亲兄弟为何要明算账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民法典制定期间 曾有人建议 我们已经有了 现代化的法人制度 合伙之类的老牌经济组织 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更多的人主张 中国是于人情社会 合伙是亲人朋友 从事民事活动的 最便捷通道 针对上述两种 接人不同的认识 民法典是什么立场 民法典通过第102条 将合伙企业 纳入非法人组织 还在第27章 直接将合伙合同 从无名合同 或者非典型合同 上升为有名合同 典型合同 这是民法典立法的 一大亮点 为什么 因为合伙不仅是 中国是人情社会 进行经济交往的组织载体 还是从传统步入现代的 有效制度衔接 几千年来 达虎亲兄弟 上证父子兵 形容的就是 人生遭遇不可知危机的时候 亲情永远是解忧脱困 最直接 最有效 最有利的方法和路径 这是一种直抵人性 直击人性的 中国式经验表达 绝对不是简单的人生 仅具说说而已 这句话所包含的理念 智慧和动能活力 被广泛运用到人际交往情境中 成为一种积极有效的人生实践 比如 明代的倭寇之祸 后来被齐家军荡批 而齐家军的主力精锐 都来自于一个地方 浙江义勇 这地方的人勇武赤诚 重义轻力 最重要的是看重亲情 随时可以为捍卫家族利益牺牲上 齐家军看到了这种精神背后的聚合力 毅然决然在义勇勉兵 后来成为倭寇的噩梦和宿命 再看曾国藩的相聚 显然是借鉴了齐家军的创意 也是一直建立在清源有带上的境遇 所向无敌 这种清源要么是血缘 比如曾国藩和曾国权 刘坤一和刘培一是亲兄弟 要么是血缘 比如胡宁义 左宗棠 罗泽兰 是同学关系 要么是地缘 比如罗泽兰 乡乡人 手下就是乡乡子弟兵 江中元是心灵人 手下只受心灵的兵 李延渡 平江人 军事主力自然都是平江人 这种组织最容易激活人性中 最敏感 最深藏的情感反应机制 要是死掉的是自己的亲哥 弟弟无论如何都会拼死向前 报仇血恨 要是看见老师被围困 一帮学生自然会宁心俱力 千方百计施旧 脱困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老乡 同学 朋友之间 这种亲缘 无论是基于血缘能力 还是基于社会伦理 都会最大程度发挥正向效应 患难相符 生死与共 至于血清之间 这更是一种接近于本能的互助动力机制 远远超过社会伦理所连接的各种关系 近几年盗墓笔记 鬼吹灯之类的读物特别流行 实际上这种职业最能够反射人性的本能 所以在盗墓者中 有一些不太成文的行规或者惯例 一方下目探保 一方守候救援 但这种分工最大的风险就在于 当保物取境 守候救援的一方为了独捅保物 他不仅不会将贪保的人拉上来 还会割断神索 落井下石关掉木门 让同伴成为活死 不是被砸死 就是被憋死 为了求财反而丧命 这是盗墓行为中最阴暗 最可怕的人性底色 为了防范这种风险 盗墓行业就有了一些创意 比如只选择绝对可靠的亲属 作为合作伙伴 但最可靠的亲情在重大的一面前 也可能面临背叛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灰暗的人性 和不可知的变数 相应规则和附加规则就产生了 如果是兄弟联手 主要规则 弟弟下去贪保 哥哥守望救援 因为哥哥一般不会丢下弟弟 那附加规则是什么 那就是最重要最值钱的宝物 弟弟得随身懈怠 防止哥哥建立妄议 杀人灭扣 那如果是父子联手 儿子下去 老爹几 没有附加规则 为什么呀 虎毒不食子 老爹一般不会为了钱财 选择向亲儿子下手 要那样人群和兽群 就没任何区别了 也就没有了坟墓 更用不着盗墓了 我们讲这些历史的目的是想说明 再牢固的人生信用 再紧密的人生关系 在强大的力面前 都无可能崩溃 这是人性的幽暗底色 已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选择 怎么防止人性本能的反乱 那只有通过制度设计 进行正向牵引 所以人类发明了 其他灵长类动物 所没有的道德 法律 宗教 比如民法典第972条就明确规定 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 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办理 那合伙合同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由合伙人协商决定 那协商不成的 由合伙人按 实交出资比例分配分担 那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 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这种规定直接避开了 清源合伙中的伦理风险 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 能够让古老的合伙 在21世纪开出灿烂之花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 探头的主题 亲兄弟为什么还要明算账 这句俗燕说明 在利益面前再好再轻的关系 都必须先说断 后不乱 否则一旦利益占了上风 不仅利益分配不公 还会导致清情失落 友情锻炼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很多朋友亲如兄弟 在创业阶段 都能够荣辱与共同心同德 苦苦相互支撑 共同度过最艰难 最危险的阶段 一旦成功 要么猜疑不平 要么分配不共 要么看着不顺眼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 分道扬镳 那好一点的通过古分化 来化解危机 那差一点的是退火走人 最糟糕的是同归于尽 谁也别想到的好处 这就是几代创业者 都曾面临的时代困境 能共苦 不能同感 这也涉及到几个核心问题 比如亲情友情和契约精神 是否矛盾 亲兄弟民算账反应的 基本诉求是什么 这种传统诉求 和民法典的精神 是否吻合 我们结合民法典和传统法文化 分别解读如下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亲情容易导致产权模糊 有网友发表意见书 亲兄弟民算账 这话太小气 太俗气 太绝情 这话属于纯道德差评 角度单一 观点偏近 最后的结果就是 绝对的自私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以传统的 身份强制义勇 来模糊亲人之间的 产权边界 大哥王大山有钱 弟弟王小二没钱 王小二会理直气壮地身手 那不仅要零花钱 还要房子 车子 还要恋爱经费 创业经费 凭什么 因为我叫你大哥 目前有些姐弟关系也是这样 姐夫有两套房 一百万存款 那未来的岳母 她就出面了 姑爷你拿一套房子 五十万出来 给我儿子 理由是什么呀 他是你舅子 你就该绑他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情逻辑 但有朝一日 小弟或者小舅子 王小二有钱 你要让他感恩回馈 他同样会理直气壮 我的钱 凭什么你来享受 有法律依据吗 这又是典型的 西方法律逻辑 有些人随时生活在这两种逻辑当中 自己是弱者 他就用中国人情逻辑 你该帮我 那自己是强者 就用西方法律逻辑 我凭什么帮你 这样折腾几十年 就催生那种可怕的社会习气 仇富 贤贫 谁看谁都不顺眼 最后的结局不是相爱相杀 就是互仇互害 实际上我们应该理性地区分 亲情友情和器语精神 明确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语境 和交往规则 一类是纯身份的血缘清醒关系 一旦到了吉兰为难时刻 应当同舟共计 这是基于特定身份 而产生的道德意义 但亲兄弟民算账 设计的另类逻辑和语境是什么 如果兄弟之间财产独立 要卸手合作创业 身份法上的兄弟关系之外 他又增添了另外一层关系 生意伙伴 为了防止两种身份的混同 必须对财产进行明确约定 防范经济行为 危及人伦清醒 换句话说 两种语境反映的是不同的法权关系 也应当适用不同的交往法则 一种是身份关系 一种是契约关系 各走各道 一马归一马 不能脚缠 否则身份与产权混同 不仅事业无常 还会危及亲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兄弟姐妹之间借钱 借吧 怕你还不起 不借吧 伤的不是感情 是亲情 要让你写个借条 当姐都开不了口 那姐夫一开口 王小孩就可能甩门而去 老死不相往来 亲戚之间更会敏感 北京前门大师那 有一家中华老字号 六壁居匠连 五百年来 产品质量过硬 服务周到细致 但更重要的是 内部的一个管理诀窍 让他走到了今天 这就是 不用三爷 孤爷 旧爷 少爷 这三位也一律不得在本店认知 所以为了避开这种 人伦情情中的利益纠缠 能避开就尽量避开 实在避不开 就得把话说明 最好白纸黑字写下来 这就是亲兄弟民算账 产生的动力基础 也是亲友合作创业的前提 与家人朋友相处 讲求的是情和意 生意经营 讲求的是规则有序 如果将朋友的相处之道 用于生意之中 不仅有可能导致生意失败 还有可能会危及 亲情 伤人伤己 那么亲兄弟 民算账 作为一种先进的契约精神 和经营理念 它在生产经营中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亲兄弟之间 究竟该以情相待 还是以理相待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亲兄弟为何要明算账 第二个问题 亲兄弟明算账 有什么作用 亲兄弟是自然法上的身份 先附和伦理约束 明算暂时 契约法上的利益联合 与风险共担 这句俗言表达的经验和理念就是 不能以身份行为控制 干扰经济行为 王大山 王小二是亲兄弟 按照前面讲到的合伙合同 兄弟一旦联手成立企业 就必须遵循 双方的共同约定 企业是企业 兄弟是兄弟 王大山不能以大哥的身份 擅自帮小弟做出 那王小二也不能动责 今天换工 明天之前 甚至还赶走合伙人 共同聘任的总经理 既是契约精神 也是经营法则 从这个角度看来 亲兄弟名算账 反映的是一种相当先进的 契约精神和经营理念 即便在发达的21世纪 都还有独到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大作用 实现身份和财产的有效分离 马克思卫博有个判断 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过程 就是两个分离 商业从家庭分离 生产者和生计来源分离 齐克蒙特邦曼对此深表赞同 他认为第一个分离是盈利行为 摆脱了道德和感情的约束 第二个分离是个体行为 摆脱了家庭的俗俗 也就是说王大上王小按照出资比例 享有企业盈利的分配权 这种分配的基础是股东 不是兄弟 是出资额度 不是兄弟情义 这样一来 按照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 两个分离就具有了更高的制度意义 稳定的企业关系就会取代 变幻模测的道德情感关系 最终从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 家业分离也是中国近代家族企业 形成的前提和标志 自贡早期延绎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 家道中落以后 王朗云兄弟三人为光大祖业 在道光十八年习上习产分居 实现财产和身份的双向玻璃 除了提留家族公项 祭祀祖先和维护公益外 其他所有的产业 全部按照股份进行分配 和一般家族的实体化 均等化的分价习产不同 王朗云家族经历了 两个最重大的变革 一是实现了家族 共有财产的股份化改革 对类进行股份内部配置 实现身份托育 搏离了亲缘关系 对商业行为的身份性干预 杜绝了一会儿大老婆查账 小老婆要钱 小舅子要当经理等传统弊端 二是实现了股份的商业化 资本化 无论是大爷还是少爷 无论是大舅妈还是小姨妹 只要你转让了股份 就不能再拿备份压人 更不能打青青盘 一会儿要什么建设有份 分空提成 一会儿说一模所剩 打断骨头连着精 你有一个亿得分我三千万 为其如此 才能对立超越传统家族道德 和感情的单向考量 对外打造开放性经济共同体 第二大作用 实现利益关系的清晰定量 青兄弟民算账 实际上反映的是 诺斯产权经济学的基本内核 只有产权明晰 权责分明 核酸透明 才能解锁交易成本 降低费用 减少摸查 约束偷懒 作弊 疏忽等行为 还能够有效极力 形成稳定预期 更能够缓解经济纠纷 润滑相互关系 培育有效信任 并进行长期合作 从根本上破解 能共苦 不能通担的 中国式困境 中国式兄弟 无论是青兄弟 还是结拜兄弟 或者是上下铺的兄弟 最早都选择 合伙方式经营 说起来是合伙 但没有书面合同 都是酒桌上 茶楼里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后来王小二出钱垫本 李小三处力跑腿 张小六统筹经营 很难进行炼化军党 一旦有了不如意 最先撂担子的可能就是 不出钱的李小三 反正没什么实质性损失 无所谓 亏了我不管 赢了我分口 但出钱的王小二 肯定就是怨气冲天 说好是合伙 那凭什么我一个人都敌 那张小六一看情形不对 就会和王小二联手 挤走李小三 明明是赚了 非要开假账 说是亏了 李小三要么退伙 要么赔钱 如此一来啊 合伙只能散伙 兄弟也就此散场 亲兄弟明算账 不仅实现了身份和财产的有效分离 让盈利行为摆脱道德和感情的约束 个体行为摆脱了家庭的束缚 而且实现利益关系的清晰定量 从根本上破解能共苦 不能同甘的中国式困境 那么当合伙经营遭遇风险 亲兄弟明算账 如何实现风险共担 这一传统处世法则 在当下中国还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呢 系列节目 民法典文化解读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 亲兄弟为何要明算账 第三大作用 实现利益风险的合理分配 按照两个分离的理论和逻辑 亲兄弟明算账 既实现了兄弟间资产的公平分配 还实现了经营的自主管理 和风险的自我承担 邦曼认为 商业之所以要从家庭 亲缘关系当中分离出来 是出一种合理化秩序追求 可以防范经济上不合理行为 防范道德责任亲属关系 以及其他因职业交往 所支配的形式 对企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比如刚刚讲到的合伙 有利可图 兄弟们一拥而上 主张合伙人权利 那一旦亏本舍财 谁都想全身而退 那如此合伙 集体沉默 假装糊涂 表面信任 类型猜忌 自然就成为常态 特别是口头合伙 王小二拿着兄弟们的钱 实际经营 如果话不清爽 产权混乱 账目自然也不会干净 后来就成了 王小二的个体店 独门店 亏了算合伙 谁都跑不掉 赢了对不起 利润免谈 所有的投资 算我借兄弟们的钱 周转是借贷 不是合伙 最多我就偿还了本金 加上同期的银行利息 第三个问题 亲兄弟民算账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还有没有存在空间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 斯密尔瑟 特别赞同贝尔销的 一个理论 他认为 社会结构 必然影响经济发展 其中 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机构 最大最明显的缺陷 就在于 他不能为经济发展 提供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直白点说 王小二辛辛苦苦开个公司 爹妈要插手 兄弟姐妹要股份 要管理权 七大姑八大姨 要塞人进来当副主 侄儿侄女伸手要分火 这样一来 再好的公司也会被带撇 不是出轨 就是翻车 按照斯密尔瑟的考察结论 西方十九世纪开始 就不断淡化 弱化家庭对企业的影响 最终实现家和业的分离 这种分离激活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优势 父母兄弟姐妹 族长姑爹大姨父 甚至夫人小姨子大舅子 再也不能够控制干预公司经营 最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 这个结论对不对 肯定对 但前提只能是针对西方 也可能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但在中国直到今天 家庭都还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元 和内部自我管理单元 所以绝大多数基于亲缘关系 或者拟制亲缘关系 而成立的企业 还是只能遵循 亲兄弟明算账的制度逻辑 不可否认 亲兄弟明算账的这种中国经验 与现代社会和民发点 所倡导的价值理念 基于模式高度吻合 今天在儒家文化圈当中 大陆 香港 台湾 日本 韩国 众多的家族企业 不仅立足本土 还打开了国际市场 这些都直接说明 亲兄弟明算账的法验 这种表达 仍然具有其时代性和必然性 但同样不可否认 亲兄弟明算账 仍然隐含了大量的身份强制 和道德逻辑 特定的身份差别和权子配置 还持续近视着契约精神的基势 只有在民发点精神的引领关照下 彻底破除这种身份依赖和道德强制 才能打造出和于契约精神的现代企业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南宋时期 江西信州某县寡妇江氏家里的婢女张希尔突然死亡 有人状告称张希尔是被江氏所杀 江氏一家十几人被关进监狱 却迟迟不能结案 提醒官刘克庄如何查明真相 诬陷书母 国家产 下期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